車對我的意義不是一個交通工具那麼簡單 是幫我實現夢想 去到一些我想去的地方 做到一些我理想的事 從事空運業的David 所有交通工具他都喜歡 這麼多種交通工具裡面 他特別喜歡又大又舒服的房車 還是年輕的時候 去完美國習慣過大車 一坐進去又舒適又大 手法滿足的 慢慢覺得開車大 走公路快 就是一種很開心很舒適的感覺 1972年Phantom 6 Phantom 6 即是在這些古典系列裡頭 是最後一代 這個年代的Rose Rice 真的百分之一百在英國生產 英國製造 現在的RoseRoyce被布馬手扣造 現時新一代的RoseRoyce 那些引擎全部都在德國製造 就運到英國裝盒 而且本身它在機械方面的設計 都很特別有它自己的風格 這種輪拱你一定要人手製造 機器做出來好像沒有靈魂一樣 這輛車在RoseRoyce 這輛車在RoseRoyce 我差不多每三四個星期去看它一次 所以為時都差不多 二十四至三十幾個月的時間去做這輛車 這些車全部人手製造 就算維修也是全部人手維修的 歐洲那邊的人工做一輛車兩三年 不要計算零件 只是計算工資 不得了 我也親身去看 這麼大的車要逐一方尺做車身 原因覺得太大的話 車身會扭曲 一扭曲之後 是永遠復收不回 玩股東車的人 大概分成兩種 一種是追求舊物上歲月的痕跡 買回來是怎樣就怎樣 另一種就會把它收復 變回它剛剛出身的狀態 說真的 買一部股東車比買新車更貴 你買一部新的Mercedes S-Class 500 現在說的是二百萬左右 但你買一部股東車回來 又要製造又要煩 又要飛來飛去 你可能還要花多一倍價錢 去製造一部股東車出來 為何要貼錢買難受呢 看著一件事 由它自己已經舊有的情況 一步一步變回新 改善它 達到它出廠的標準 英文說法就是 Back to the glory 這是一個挺開心的過程 開心在於 歷史重現眼前 特別欣賞 Mid Century設計的它 在辦公室還收藏了 一部汽車的始祖 這部大車就是1886年 Benz做的全世界第一部 用引擎推動的車 車是由引擎推動的歷史 由它而開始 這部不是圓形車 圓形車我去 慕尼克時見過 和這部有九成 它是replica做出來的 踏到夠速度 它才會開啟的時候 它會啪啪啪啪啪啪 如果你想去YouTube看 看到這部車本來是怎樣問作的 這部車和普通車不同 它的軚盤在這裡 這是控制軚盤 油門在這裡 要多少有多少 你令多少 它便僅僅是這麼多 速度是這麼多 它只會前進和駕駛 這部車和接下來的十幾二十年 其實要入油都沒有油站 沒有這回事 汽車剛剛發生 以前入油就真的要開車去藥房 找個藥劑師 配那種酒精給你 我都未啪啪過 我不捨得啪啪的 真是當它一個收藏品 還原過程 追求原廠標準 鎮愛舊物 收藏汽車歷史 這些都是對當年的機械 和設計的一份尊重 機械對我的意義是設計 構思 為何能令到一些東西動 為何能令到一些東西動 在某一個年代裡 那些車的確是不同的 我欣賞那個年代的設計 而且那個設計 不是單止外表 因為車不是只看外表 你要看它裡面的設計 機械設計 現在的車覺得是必然的 但當年來說是匪夷所思的 他們去設計的時候 已經是很前衛 想到很多東西出來